一个命运注定扛可悲见可悲的人,如果遇不到善之时和佛法极难脱离六道之苦,那是非常非常可怜的,连佛都会掉眼泪,从来没有人知道人是活来做什么的,活住有什么意义?价值在哪?为了什么活住?是为了成佛而活住?真实不虚。 佛说大乘清净平等无量寿经上给我们讲此着恶事,地狱恶鬼畜生隐瞒,多不善句。 愿我未来不闻恶声,不限恶人,金像世尊,五体投地,求哀忏悔,唯愿佛力教我,关于清净夜处。 恶事是在讲我们所处的世间是一个物着恶事,人带助许多业力来世,人本来是佛,不坏,为什么有些人很坏? 不要怪他,只能说他这声莫有用到善之时提携,跟住坏人耳濡目染,从小接触都是不善的人士,所谓尽诸者赤尽莫者黑,往生后又因造诸恶业堕三恶道,更难向善,极难再返回人间,更不用说成佛。 所以阿难尊者才向世尊行磕头敬拜,忏悔哀求该如何脱离生死大事。 佛法从不说假话,句句实言,听从佛陀给我们教导的观念,放下世间五欲六尘,一尘不染,回清净心,发无上道心,菩提心愿生极乐世界,阿弥陀佛就会来接引我们往生净土,做五逆十恶。 诽谤佛法的恶人也无一例外,只要肯忏悔,肯回头,凭什么? 凭阿弥陀佛慈悲加持,真的是慈悲到极处。 为什么生烦恼? 因为还放不下,我还要住房子,要穿衣服,要吃饭,所以没真放下。 生死是大事,还有什么比往生净土重要的呢? 还在搞就是六道,还有贪嗔痴就是三恶道,善业道三善道,恶业道三恶道。 放下世间一切事物,断掉贪嗔痴慢疑,莫有怨恨恼怒烦,一心趁念弥陀求生净土,莫夹杂,莫间断,所谓静念相继, 快则一年慢则三年,必定念的念佛三位,献阿弥陀佛。 个人凡夫欲佛法的浅闻。 祝各位同修们身心康宁事事顺利。 早正菩提同生极乐国。 南无阿弥陀佛双手合十的人,双手合十的人,双手合十的人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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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